各位課堂,大家好 這一節我們會看看Atomic Structure 原子的結構 原子已經是一個很小的粒子 之前我們學過,每一種element 只有一種atom,一種原子 原子裡面也會有再小一點的粒子 那些粒子我們叫做 Subatomic Particles 而一共我們常見的 就有三種的 Subatomic Particles 它的位置等等,在哪裏找到呢? 特徵和在哪裏呢? 我們就集合了一個 Summary 我們先看看 Summary 和這幅圖 一共有三種的 Particles 分別是 Proton 第一種 Proton 第二種是 Neutron 第三種就是 Electron 它們的 Charge 電荷都是不同的 Proton 的電荷是我們用正一來代表 正一的意思是它帶正電荷 和一個單位那麼強的 而電子是帶有負電荷 而它的單位的強度也是一的 那 Neutron 顧名思義 Nu 即是沒有 那是零的,它沒有任何的 Charge 除了 Charge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之外 它們相對的 Mass 相對的質量都很重要 那 Proton 就是一個單位 Nutron 和 Proton 接近相等 都是一個單位的 但是由於它們的 Mass 實在太小 去到十的負二十四次的 Order 所以我們就用相對 Relative Mass 來表達 而 Neutron 再輕一點 輕到一個地步就是我們 當它是沒有 Mass 至於它們在哪裏找到呢 下面的圖你應該都會看到的 那 原則上 Proton 和 Neutron 就可以在一粒 Atom 的正中央 正中央我們叫它做 Neukius 在那裏找到的 那不同的 Elements 有不同數量的 Proton 和 Neutron 我們下一節再講的 而 Neutron 就會是在外圍圍著 而 Neutron 就會到處走的 那它的情況有一點點像九大行星 或者一百大行星的狀況 而一粒 Atom 裡面最多的地方 就是 Empty Space 就是一些沒有東西的空間 是在外圍圈圖 我們就看看前面 如果大家聽到我的簡介 應該都會填上一些格子 Proton 就會帶有 Prositive Charge Neutron 是沒有 Charge 而 Electron 就帶有 Negative Charge Negative Charge 在 Atom 裡面 中間那個叫做 Neukius 核子 或者是核子 而 Neukius 裡面 便會包含了 Protons And Neutron 包括 Neutrons Negative Charge B advised 將來有機會在Physics會學多一點 而且它的尺寸是超小的 而它的外圍有些動得很快的Electrons 其餘的全部都是Empty Space Empty Space 由於Nutron的Atom是中性的 沒有任何電荷的一粒Atom 所以Proton的數目是等於Electron的數目 因為它們本身的充電剛倒轉 一個是正一個Unit 一個是負一個Unit 所以它們一定是數量相等的 假如它們是Neutral Atom的話 拜拜